我们始终不伴高僧,我们力求直播传真 海外华人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7月4日 海外华人直播播报一则新闻,中共涉嫌派特务破坏香港立法会嫁祸香港市民 香港警方发言人的手表时间泄露天机,新闻取自各大新闻媒体 新闻内容并不代表海外华人直播的立场 香港立法会7月1日晚90被攻破,香港警方随后发视频指控抗议者冲入立法会 但发言人手表显示时间是5点05分左右 视频截图7月1日冲击香港立法会事件中 警方晚上90许突然放任抗议者攻入大楼,以引起外界怀疑 而警方事后谴责抗议者冲入立法会的视频中 发言人的手表被发现疑似指向5時05分左右 引发舆论质疑,7月1日下午,部分抗议者开始冲击立法会 党警不妨阻止,抗议者只是在破坏外围门窗和护栏 一直未能突破进入楼内,但到了晚上90左右 警方采取了棄手策略,抗议者破开门窗 冲进立法会大楼,期间没有遇到任何阻挠 警察未雨阻止,并不停退守 最后甚至全部撤离,退到正总大楼 时时20分左右,香港警方在其社交媒体官方账号 发布了一条谴责暴徒非法进入立法会的影片 并宣布短时间内将清场 但网友发现,影片中警方发言人 公共关系科总警司卸震中手腕上的手表 指针指向5.05分左右 香港立法会7月1日晚90被攻破 香港警方随后发视频指控抗议者冲入立法会 但发言人手表显示时间是5.05分左右 视频截图,未做任何PS处理 该影片及其视频截图迅速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热传 网友纷纷质疑,警方提前录制好视频 在放任抗议者冲入立法会 是否在刻意做局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发言人随后回应外界质疑 依然坚称影片是在晚上10时02分至12分制作 在警方当晚零时开始清场时 中国大陆党媒和香港亲中媒体就连夜同步谴责暴行 党府凌晨40集召开记者会 党首林郑月娥将此次冲击立法会定性为暴力违法行为 并声言要追究到底 随后中共外交部也迅速肯定了港府的定性和镇压 并且一直对香港事件严防死守的中国大陆社交媒体上 也开始允许流传所谓暴徒冲击立法会的消息和视频 紧跟着港府内的亲中派开始要求中共驻港部队进程戒严 官方这一系列反映动作连贯 衔接无缝 令外界怀疑整个冲击立法会事件是否中共为制造镇压借口设的局 事实上 冲击事件自一开始就存在诸多一点 月一日下午一时左右 几名戴口罩的中年抗议者 开始用铁通和铁龙车撞击立法会外的玻璃 多名在场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极力劝阻 甚至一度下跪哀求 不但没有阻止其激烈行动 还遭到一些人恶意冲撞 场面极度混乱 当日大游行的组织者被迫临时更改路线 避开立法会 以避免更大的冲突 不过 据多家港媒报道 30-50分左右 这些手持铁通及推铁龙车的激进人士 突然全都不见踪影 冲击行动一度停止 直到50左右 立法会包底示威区又开始有抗议者用铁支 铁马及铁板击毁玻璃门 当地民众得到的消息指 冲击行动最开始却有少许身份可疑的暴力搅局人员 但这些人很快离开了现场 最后冲进大楼的多是坚决反送中的学生和高学历知识分子 他们占领立法会后 订阅点赞转发或者打赏 订阅电话510-465-1888 拜拜 明镜与点点栏目